來到這裡主要幫尼局長打不及格分數的原因是因為 大據單案其實在100年取得建造以後開始動工 那其實文化局在郝龍斌時期在101年就已經發現古蹟開始裂開 他們當時並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為 然後只是去把這些裂縫用水泥把它補一補 結果又補越大洞 這幾年過來一直到去年柯市長上任之前 那個煙囪是已經快到快要倒下來 然後古蹟是已經裂得非常的慘 所以在柯市長上任之後 我們其實兩度來到這裡陳情 在上任的那一天 尼局長跟柯市長一起從市議會走回來的時候 我們還對著尼局長喊 保護送菸古蹟 尼局長加油 然後再隔幾天我們再到市政府來 把這些低層下線古蹟毀損的照片 以及相關的監測資料也送到市政府裡面 在12月30號的時候 可是半年過去了 他們上任半年了 其實文化局在保護松山菸場古蹟的這件事情 並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為 尼局長只會用嘴巴講說松菸是我的孩子 可是你有去保護你的孩子嗎 遠窮現在是越弄越誇張 現在原本是裡面的牆有裂開 現在是已經裂到外面來了 連外牆都開始裂 那這樣子文化局有經到任何的責任嗎 好龍兵時期待責也就算了 柯市長帶進來的尼重華局長 你在上任之後難道不能依照文資法勒令停工嗎 你難道不能要求環保局依照遠雄的環評承諾勒令停工 而且土方回田嗎 你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你沒有做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幫尼局長打不及格的分數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並沒有落實文化資產保護法裡面 所要求保護文化資產的一個行動 我們希望從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他就任滿半年的這個日子裡面 我們來到這裡也是希望呼籲我們的尼局長 請你做你該做的事 請你認真的做好文資法主管機關的工作 請你做好數保法主管機關的工作 數保條例主管機關的工作 我們民間團體在外面非常的努力 希望你在裡面也可以硬起來 我們相信市政府裡面還有非常多的開發派正在壓迫你 那我們希望你可以硬起來 我們會支持你 可是如果你在繼續軟弱 那我們絕對會要求把你撤換掉 以上謝謝 好 我們還有兩位朋友發言 下一位我們請陽明山古蹟聚落防護聯盟 大家好 我是陽明山古蹟聚落生態護育聯盟的李珍珍 那我這邊有四點訴求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讓文化的